协议生娃合法吗 这个话题有点敏感 可能有人好奇 这个协议生娃是啥呢 签个协议就能生个娃 但换个词你可能就知道了 重金求子代孕 我个人总觉得一下 可以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段是 男方是需求方 想要个儿子 老婆一直生不出来 那找个人帮忙生吧 找个人发生关系 孩子归我 钱归你 咱俩互不相见 第二种就是女方是需求方 你肯定在厕所里 看到过这种小广告 阿某美女复活 重金求子 失诚之后 一百万 不用说 这肯定是骗子 哪有这好事啊 纵上门的大美女 比你生的孩子 还送你一百万 此外呢 还有就是女方呢 担心自己身材啊 健康啊 或者事业啊 就提供啊 卵子精子 让别人带孕 到时候给钱 最后呢 还有第三种 就是男方女方 都是需求方 只是真的是 吃够了爱情的苦 不想结婚 不想结婚 正好 那有个哥们 好一样 也不想结婚 那行 想要一个孩子是吧 那你过来吧 我们来个协议婚姻 这是啥呢 婚姻呢 是真的结 但是财产呢 你的归你 我的归我 然后呢 一起做一个试团 把孩子生了 然后再离婚 任何好对孩子的权利和义务 共同抚养孩子 这样对孩子 他也不缺父爱 也不缺母爱 多好 只是父亲和母亲 他俩不相爱 那有什么影响呢 具体是否有影响 咱还真的不清楚 那这些到底是否合法呢 这个呢 目前在国内 其实是相对空白的 如果是代孕 借父生子这种 辅助生子办法呢 规定 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而且 之前有法院判罪 如果双方就孩子抚养权 产生了中医 孩子呢 是归十月怀胎的妈妈 也就是代孕妈妈 此外像第三种情婚那种 两人结婚 做事故再离婚 共同抚养孩子这种呢 其实法律并没有过度的约束 你们觉得这合理吧 这个面前一条弯弯的河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